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员约翰 一杯药酒 百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之间把关 将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补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女嘉宾 约翰觉得她特别的有意思 26岁现在是一名 职业高中的语文老师 通过了解之后 约翰发觉她 也不像大家印象当中的老师 那么文静端庄 而且我们的女嘉宾 26岁了 至今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那到底我们今天女嘉宾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赶紧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是孙小静 现在是26岁 我从事语文教学工作 然后呢 我平时的工资 大概是4000左右 本期任务女嘉宾 孙小静 26岁 身高一米64 职业 语文老师 月收入4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很多人都觉得语文老师 应该是那种非常的刻板 然后做事情呢 也是一板一眼 但是呢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 Courser啊 然后还有穿汉服呀 我都可以接受 除了这些呢 我觉得我的爱好 还非常的多 比如说唱歌 跳舞 因为我之前也是学的 学前教育专业嘛 所以说唱歌呀 跳舞呀 这些我们也是学过一点点 很多人都在问我 为什么到现在26岁了 都还没有男朋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我自己 可能是因为太优秀了 像我这个年龄 26 7岁的女孩子 可能大多数都很迫切地 想要结婚 我们家里还是比较开放的 就说你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才去走进婚姻 所以说我现在呢 就想遇到一个对的人 谈一段恋爱 我对爱情的憧憬 就还像是那种 17 8岁的女孩子一样 我觉得 我还是有一颗 瘦女心 虽然已经26岁了 但是我心目中 我还是16岁 然后呢 我想找一个就是 那种阳光 帅气 然后给人的感觉 是非常的温暖的男孩子 然后没有一些什么 比较坏的嗜好 比如说抽烟呀 嗜酒呀等等这些 我的心目中 我的那个对象 他应该是至少要有 1米75的身高 然后体重的话 140斤左右 不要太重 也不要太瘦 最好是有八块腹肌 然后至少可以把我举起来 我喜欢举高高 我喜欢抱抱 我就必须要可以把我抱起来的男孩子 女嘉宾的所有要求 一 阳光帅气 无不良嗜好 二 身高一米75以上 三 能够把自己抱起来 欢迎来到凡人游戏 我叫一声孙老师好 主持人好 这个刚刚我跟观众朋友把你说的 还就是让人特别想要去了解你 一个语文老师兴趣暗号那么广泛 而且你自己也说了 平时就喜欢嘻嘻哈哈的 那你在讲台上什么样子 讲台上也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我很好奇 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这个孙老师上课什么样子 就来一段 简单地来一段课 好 可以可以 我一开始上课 我会说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 然后清醒一下 来到我们的课堂好吗 好 所有的同学们 打开你的手机的手电筒 然后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 来 Pull your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好吗 好 就这样 嗨一首歌的时间 然后学生们就也不困了 然后又有精力来上课了 非常好 这样对 学生的注意力 都到你这儿来了 然后精神也提起来了 大家先嗨起来 对 那一会儿男嘉宾来到现场之后 你要不要先像这样 跟他嗨一下 也可以嘛 看他能不能嗨起来 除此之外 刚刚我还跟观众朋友在说 我说你26岁了 至今单身 没有谈过恋爱 有没有自己总结一下 不像没有人追的呀 可以说呀 就是大部分人都像你一样觉得 就是我谈过恋爱 就是或者说现在是有对象的那种 就本来想追求的 对 就不敢来了 然后就有点害怕 这个人肯定有对象 然后可能追求者还排着队呢 大家都这么想 然后我就单下来了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相亲 在短时间内 你觉得两个人要怎么样去相处 怎么样达到你想要的那种状态呢 你可以判断 这个人适不适合我 很短的时间内的话 我想的话 先要看一下他的外表 其实也是一个严控啦 那说到这儿了 我又有一个怀疑 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严控 对外星要求太高 所以至今单身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太刁了哟 我想要找一个白马王子 反倒让我有点担心 就是因为今天的男嘉宾 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他了 过后就好像担心今天 一会儿你们两个的匹配和见面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外形 包括他的性格和 甚至个人的衣着和爱好 不一定符合你的要求 我担心的有点多了 那我们就不要担心 我想看一看 看了看感觉再说 对 看一看 其实我们编导 还是很有心地在匹配 但是我看到 我觉得在外形上 可能会离你的想象 会有点出入 那我们还是 看了再说 对 看了再说 看了再分享 好吗 我们就期待男嘉宾的见面 好 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 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女嘉宾 是一位语文老师 而且她提醒大家说 你们不要对语文老师 有刻板印象 其实我们语文老师 也是非常的多才多艺 而且爱好广泛的 比如说我们的女嘉宾 就喜欢Korser汉服 还喜欢唱歌跳舞 反正爱好是非常广泛的 但是我认识不少 优秀的语文老师 他们有的是戏剧界的票友 有的是诗词爱好者 有的是旅行达人 所以说 大家真的不要对 老师这个职业 有刻板印象 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特别会玩 那么我们的女嘉宾 尽管如此优秀 但是26岁了还是 但是从来没有恋爱经历 那么我们女嘉宾的 则有要求 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充满了粉红泡泡的 少女心的幻想 但是我也在想 女嘉宾 你怎么也有一百来劲吧 能把你轻轻抱抱举高高的 男嘉宾的话 肯定要高高大大 力能刚顶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男嘉宾 是否能够符合我们女嘉宾的 粉红泡泡式的少女幻想 大家好 我叫金玉琪 今年23岁 因为我目前在考事业单位嘛 然后呢 也是因为父母的建议 我才选择去考重庆 艺术职业学院的电教老师 然后呢 我今天穿的是DK制服 来参加的这个节目 因为这也是我平时的爱好之一 平时比较喜欢参加 漫展以及汉服活动 我家里的人就觉得 这些爱好 作者有什么用 又不能挣钱 还光往里面花钱 我也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 能够结束我的爱好 之前谈过四段恋爱 没有一段是能超过三个月的 可能我现在也还不够成熟吧 就只知道怎么样追求感情 还是不会维持感情 我是计划在30岁之前 不要结婚 因为我觉得啊 在人在20多岁的时候 还不够成熟 要是结婚的话 会过早地定下自己一生 还可能出现更多的问题 如果30岁之前 有那种 有那种 有很喜欢我的女生 向我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我首先还是会劝她冷静一下 毕竟人还年轻 不要这么冲动 我对今后另一半的要求 第一 然后第一点就是 颜值最好高一点 然后身材好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性格温和一点 不要经常很作的那种 可能就是因为 我目前来讲还不太成熟 我的家人和我自己 都希望我为了女朋友 能够稍微成熟一点 男嘉宾的所有要求 一 颜值高 身材好 二 性格温和 三 成熟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男嘉宾身高1米87 重庆林俊杰 像漂亮林俊杰 我反而是觉得有点像的 而且我们男嘉宾呢 这个穿着DK的制服来 大家玩Courser的就知道 女孩子呢会穿JK的制服 而男生穿DK的制服 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会觉得 这种款式的男生 生活当中还是不多见的 但是我有种感觉 他跟女嘉宾之间有一种 迷一样的般配的感觉 怎么讲啊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那么他们俩见面之后呢 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 你就是我今生今世 要找的那个人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你给我介绍的什么鬼 我们彼此都绝对不可能 看上对方 那么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男女嘉宾见面的场景 在我们正前方柱子 靠柱子那位 就是这些男嘉宾 先看看这个外形 他的身高怎么样 看的话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 先高合适吗 就是他这样的穿着 我觉得不是所有女生 都会喜欢的 我担心这个 我觉得还好吧 我挺喜欢这种的 它比较干净 是这样子 喜欢这种吗 不觉得这样有点奶气吗 我还是有点喜欢 小奶狗这种感觉 真的 那既然你都说出这样的话了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此刻这点距离 你自己走过去 你主动去跟他聊一下 可以吗 主动自我介绍 认识一下 好 我在后面跟着你 好 可以 这个姿势他摆的 这个姿势他摆的 有点像那个 周星驰那个电影里面的 那个女主角 可以这样看到大家 当时第一眼看到男嘉宾 我觉得他就是我 理想中的就是对象的样子 因为我比较喜欢 长得高一点的男生 然后很干净的男生 他就完全符合 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你好 我叫孙小静 第一眼看到女嘉宾的时候 觉得他比较成熟稳重 就可能觉得他会比较严肃的吧 因为我们女嘉宾说 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 是那个周星驰 周星驰和张博之演那个电影 你记得那个场景吗 女主角的那个姿势 没看过 本来我说两个人 可以即兴演绎一下的 没看过回去补一下 你可不可以即兴跟他演绎一下 来嘛 你会吗 所以说 女主角来矮一点 你太高了 还矮一点 好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后面跟他接触了之后 觉得他还是很活泼开朗 我本来很内向嘛 然后都让他把气氛带动起来了 女嘉宾的开朗活泼 让男嘉宾心生好感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女嘉宾又提出了另外一个特别的要求 那我想要再加一个码 就是我想要我喜欢的人可以把我举起来 哎呦 天哪 有两个信息点 第一是我喜欢的人 证明现在对你有好感了 第二是要举起来 第二个更关键体力行不行 有没有这样的力气 有这样那 怎么举啊 我很好奇怎么举 就是举高高 我想公主抱嘛 因为女嘉宾的身材比较好嘛 不会很重应该可以 还是有点重哦 那来 你是想怎么要求 就是那种在 这样 扛在肩上 对我坐在肩膀上 坐在肩膀上 可以举上肩膀吗 男嘉宾给我公主抱的那一刻 我感觉真的 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公主一样 看来我们孙老师 还是有非常羞涩的一面的 不光是讲台上那种大大咧咧的 好 那非常期待两个人接下来的相处 好 男女嘉宾已经见面了 看现场气氛非常好 也是打笑了我们之前的所有的顾虑 那不知道接下来 两个人相处之后的情况如何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进一段广告 一杯药酒 百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 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将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补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你今年多少岁了呀 现在是26岁 现在26岁 对 意思是 意思是 快没了 意思是快要买27岁了 但是一天没买 我一天是不会承认的 那我现在才23岁 23 你现在23岁 我现在26岁 女大三 抱金专 你是很在意年龄吗 年龄这方面不是很在意 只要长得好看就行了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可以了 对 对 我今天看到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小姐姐很好看 比较惊喜 比较意外 没想到她年龄比我大 但是我们聊天之间居然完全没有代沟 很合适 就我比较喜欢汉服 Cosplay和DK制服 这些东西你有了解过 可以接受吗 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一身就是DK吗 对 我也是很喜欢这种 因为我之前就是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喜欢动漫 然后我就带着我弟弟一起去看动漫 就经常Cos 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汉服什么的我也都行 挺行 那还是挺好的这种 就是臭味还是有点相同 对不对 对对对 臭味相同 然后有时候 就会和朋友一起 约拍汉服CosDK的照片 这种你觉得能接受吗 这个当然能接受 试问哪个女生不喜欢拍照呢 对然后 特别是我 我就是一个拍照狂魔 走到哪里 我天天就把我的手机 给我朋友让她给我拍 我喜欢拍好看的人 嗯 拍人和被拍都比较喜欢 比如说 对你 谈极兴趣爱好 两人可以说是非常的投机 但就当女嘉宾问起男嘉宾的感情经历之后 气氛似乎有了些变化 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没有呢 大学的时候谈了的 谈了几个 我在大学的时候谈了两段 看着我的眼睛 真的是两段 我大学 我大学的时候还是比较内向的 我都是到大四才开始谈的 我们专业都我们专业都 大四才开始谈 你就谈了两个 那你有点快哦 对因为我 我没没谈的很长久 为什么呢 可能是 刚开始还是有热练期嘛 很热情很不想时刻连在一起 但是过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淡了 然后就和平分手了 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 意思就是很多 也没有多少呀 我就只谈过四个了 就是大学之前你还谈了的 不 大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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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的时候两个 大学之后两个 嗯 对 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毕业的呀 我今年六月毕业 六月毕业 你就又谈了两个 当时一开始聊到她的那些 那几段感情的时候 我就对她还是有一些疑惑 然后不是特别坚定 要继续还是不要继续 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谈了这么多次 你是为什么会这么快 就会结束你的一段恋爱呢 对待感情 知道怎么在一起 但是不会保持 我还是希望 我还是希望以后能找一个成熟的女朋友 她能教我怎么维持感情 我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虽然我比你大三岁 但是 我没有谈过恋爱呀 你都 你都26块27了 还没谈过恋爱 对呀 你就说出来 我怎么都不信呢 可能是 你去调查吗 你可以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吗 你的意思是你初恋都还在呀 对呀 如果说除了暗恋 就是没有谈 正式的谈过一次恋爱 因为可能是太优秀吧 没有办法 所有人都以为我是有对象 然后都 然后都还排着队呢 可能 然后都没有人追你嘛 就没有人给你表白嘛 有 说是你看不上了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 嗯 到现在一直没谈过恋爱 其实很惊讶 因为你长得也比较好看 然后 然后说话也很好听 一品也不错 就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呢 都没有遇到那种特别喜欢的 所以你就那种令缺勿滥 就一直单身 到现在 对 都26岁了 没谈过恋爱 这种很少见 但是这样也好 说明他对爱情很认真 不会三心二意的 聊完感情经历之后 男嘉宾越发的对女嘉宾感到满意 但另一边 女嘉宾却不这么想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 新中药 沈威牌四五合计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 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 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 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计 那跟男嘉宾已经经过 第一轮的了解了 我看还是 就是各方面都了解到了 目前对男嘉宾好的印象在哪里 不好的感觉在哪里 好的印象肯定是一眼就看到很高 应该是有一米八几吧 对外形 是还是比较满意 就是比较符合我对这个我对象的那种期待 喜欢的东西也都差不多吧 兴趣爱好什么的 对 也都比较 两个都很广泛 而且他喜欢的东西你也挺感兴趣的 对 有没有让你现在内心比较 现在让我内心比较有点小疑惑 小纠结的就是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呢 就谈了比较多的次数的恋爱 然后又每一次都比较时间比较短 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还需要考虑 就是男生他说他自己不太成熟 其实我觉得在感情这方面的话 我也不太成熟 因为我没有什么感情经验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方面有一些问题 他说他只擅长追求 不擅长维持 所以两个不成熟的人 怎么去维持这段感情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天你要去了解的一个重点了 他到底之前的感情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分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要弄明白 是真的是因为在感情上比较稚嫩 不知道怎么去维系还是有别的原因 那么通过你自己要去发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自己也说了 你的感情没有什么经历 对 也没有经验 那他也是这样的情况 他不懂得维持的话 那你们在一起了怎么办 在一起会不会有很多矛盾呀 对啊怎么要去换 很多不知道解决的问题呀 对不对 但我相信你虽然说没有感情经历 思想上应该比他成熟一些 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接受他的这方面的稚嫩的话 倒还是可以尝试 如果你要想好就是如果我接受不了他的稚嫩 在感情上我也没法去拿捏 就要考虑一下了 各位观众我们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戏份也是超级多的 举高高也有 壁咚也有 这个年龄差距 通常呢一般是年龄小的 那个说我不介意 但是我们今天的相亲的是女嘉宾说 女大三抱金砖 你看我可是带着金砖来跟你相亲的 就气氛一度非常融洽 而且两个人非常的聊得来 可是在这么情趣相投的情况下也有矛盾点呢 我们的女嘉宾就提出了一个质疑 男嘉宾才二十出头不大点的年纪 恋爱已经谈了四段了 最近的两次恋情刚刚发生不久 那你到底身上是有什么样的元素 导致每段恋情都如此的短命 你是不是一个花心渣男呢 这中间还是有很多谜题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对此有怎样解释 刚刚其实我跟女嘉宾有聊过 目前她内心最大的疑惑的地方 就是你对待感情的一个方式和态度的问题 你自己刚刚其实也很坦诚 说到自己前面的感情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就经历了几段感情 我也很想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 我现在都23岁了 谈过四个也不算多吗 也不算 不是说多不多的问题是 你每一段只有三个月啊 不是每段三个月吧 是谈的最久的一段三个月 那最少的一次呢 最少的呀 最少的一次就是我的初恋 两个星期她就跟我提分手了 之前的时候很多都兴趣相投的在一起之后 很多都会变成缺点 就是那样的 因为其实我也很想谈一段很长久的感情 说到点上了 就是年轻 就是没有经历太多 而且对待感情的认知 我觉得是很浅薄的 爱情哈 首先是两个人 是需要火花和感觉的 对不对 这只是初步感性认识 当那个过程之后 你需要理性的去对待她 她需要有责任 需要有担当 就像你说的 刚开始都是美美好好的 但没过两天发现 怎么都是缺点了 是吧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一个人 连她的缺点 你都可以去包容 甚至喜欢上她的缺点的话 去适应她的缺点的话 那才可以长久 感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 不要随随便便 就这样坠入爱河 这样 就是对两个人的不负责任 那目前我想知道的就是说 你跟她前一轮的聊天 就仅限聊天 是都是好感吗 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她都26岁了 而且是女孩子 一段恋爱都没有谈过 有可能是她眼光太高了呀 或别人看不上别人这样 因为一般女孩子嘛 追求者都会很多 再加上还比较漂亮 那你会不会担心 她看不上你现在 她看不上就看不上呀 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吗 因为这就是感情呀 两个人互相看得远才能成 但是如果说 但是我跟你讲 女嘉宾 其实对你的第一项 还蛮好的 特别是你们两人 在兴趣这些方面 都非常相投 可以继续了解 可以继续了解是吧 深入了解嘛 好 果然男嘉宾 对女嘉宾 还是一如既往的有好感 也决定趁热打铁再互动一番 那么她的热情主动 会打小女嘉宾之前的顾虑们 嘹 她要按摩 嘹 我们转一圈 嘹 这个的话 慢点 慢点 你会骑吗 我会 我感觉这个两个的 我还没有骑过 我小时候骑是跟 爸爸妈妈一起 起吧 我感觉都不用动了 好 对,但像我腿长的人,骑这种车就不太方便,你看,这个方法有点大 那你喜欢骑自行车吗? 哦,还行吧,我觉得有一种很舒服吹着风,很自由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就是在,特别是那种冰江路呀,你有没有去过? 就是紫棋口到大石坝那个下边有一个冰江路,我会经常去那边骑自行车,我的同学 我没在那儿骑过,我是在那里散过步 你可以去试一下 我看到那边有很多人在骑自行车,我就说我也想去骑自行车 然后男嘉宾就很主动的就过去,马上就去把车租了过来 我觉得这里让我很感动,他非常的主动 我看看 我觉得男嘉宾比你会摆pose 感觉是热恋中的小情侣了 你看,虽然今天我们重庆已经进入冬天了,但是天气还蛮不错的 所以在我们旁边有情侣,还有那个大人带着孩子都在这儿骑车玩,很热闹 你俩也是这其中的一道风景,就感觉是在热恋 有没有那种在恋爱的感觉,刚刚骑车 我们在旁边看着像很自如,一点那种很陌生的感觉都没有,而且聊得很开心 这是男嘉宾喜欢的 我们女嘉宾喜欢的这种事情,平时都怎么玩 平时就是跟朋友一起跳跳舞唱唱歌 跳舞唱歌 那我知道你平时教学说嘛也是很嗨的 今天我相信也不会怯场 虽然这里人多,但这个舞台很宽广 我想带男嘉宾跳跳舞 因为我觉得他今天其实表现的还是没有你那么活跃 所以我们都想看到他比较活跃的一面 看能不能被你带动起来 那我试一下嘛 就像带学生一样,就应该没有问题 希望看到两个人有很嗨的状态 对,有共舞的场景 好 你准备跟他跳什么舞啊 随便跳一个嗨一点的吧 这个简单点的,好好学的 就是你跟着音乐随意的摆动你的身体 不然我就成动题了,真的 可以啊 我还怕跳不好,跳成尬舞 但是女嘉宾成功把我带起来了 她确实是老实,带气氛的能力很强 哎呦,看的真的是 所有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感觉不到哈 在现场两个人录制的时候 旁边围观的群众都有好多 已经被你俩感染了 旁边好多手机拿着在拍 以为是在表演节目 殊不知咱们是在相亲 感觉如何 感觉女嘉宾的舞跳得很好 一会就进入气氛了 像我这种一点舞蹈基础的 都被她的热情带动了 是吧 现在是身上也暖和起来了 非常热了 都热了,掉出汗了 做了有氧运动 那所以身上也热了,激情又在了 两个人我相信此刻的这个 应该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此场的心也没有 有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身上热了,心里也暖了 我觉得女嘉宾就是非常大方 正好男嘉宾呢 也需要这样的女孩子来带动 是吧 对 刚刚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 虽然我们现在很热烈,现场的气氛 但是呢 我需要两个人暂时冷静下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你看第一轮聊天完了之后 是发现有问题的 是吧 两个人都说出了内心彼此的一些疑问和担忧 所以接下来 既然现在我们的情况发展的那么好 我们就趁热打铁 把内心还困惑的问题 想要解决的问题 说出来 好吗 因为我们最后还是要有一个判断的 可以吗 可以 那接下来两个人就冷静下来 好我们再进入下一轮的深入的聊天 热烈之后呢 还是要冷静下来 做进一步深入的了解才行 那不知道接下来两个人的情况又怎样呢 这个时候我们来进一段广告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滋补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百年有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 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 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 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对 刚才我们已经聊了那么多 我觉得我们的兴趣爱好 各方面的话 就还是比较匹配的 但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和顾虑的地方就是 你的感情方面 那一点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 然后谈了比较多的次数的恋爱 然后时间每一次又很短 这一方面 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解释一下 就是你刚才说你不是特别成熟 但我觉得你毕竟也23岁了嘛 你看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就是22岁 已经超过了 那如果你还说不成熟这个为借口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小借口了吧 你觉得以后如果说我们在一起 你还会以这种不成熟为借口来说一下 这个过了热恋期平淡期之后又怎么办呢 但是我之前分手 我都从来没有拿不成熟来当借口 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女方提出来的嘛 我也只能被迫接受 因为我不是那种苦苦挽回的人 我是觉得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 就不要强流的 每一段恋爱 然后每一个人 然后每一对情侣 我觉得他们之间都会有热恋期 热恋期过后就是平淡 对吧 那如果说热恋期过了 变得平淡了 怎么办呢 还是走向分手嘛 恋爱不是一加一 是0.5加0.5 是两个人在相处中 互相适合对方 然后改变自己 就让自己变成对方最喜欢那个人 然后两个人互补的那种 就需要双方的付出 因为毕竟 对这点我同意 但是我需要强调的是双方 而不是一个人无条件的维护那种 对对这点说得很好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幸福就是平平淡淡的 对对 就是要双方的思考一下 对方到底是值得度过余生的人 还是只是人生的一个过客 就是那样子 那样子行就继续不行就分 什么叫行就继续不行就分 就是他们每一对恋人 他们都会走向平淡去嘛 平淡了之后呢就是双方都需要付出一些努力 对吧 我又问了一下关于感情 关于对婚恋这一方面的问题 然后男嘉宾给我的解答呢 就是还是有一点打消了我之前对他的疑虑 就当女嘉宾打消了之前的顾虑之后 男嘉宾又提出了另一个关于结婚的问题 那么这会再次成为两人之间的阻碍吗 我是想说一下 我有一点可能不符合现在价值观的想法 嗯 就是我是不想在三十岁之前结婚的 因为我觉得二十多岁的人 也是不够成熟容易冲动 就一定就很容易结了婚之后后悔 后悔找错到时候会惹出更多的麻烦 所以说我是希望晚一点结 我是晚婚主义的 我也是那种很随缘 就是遇到对的人我才会结婚 没有说就是完全在哪一个年龄 我没有给自己规定 对万一你是真的你三十岁之前 遇到了自己特别喜欢很心动的人 很想给他一个家 你也还是不会结婚 对对对 因为我也说的是一个一般情况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真的遇见了真命天子 那也就不用再讲这些 应该是真命天女吧 对吧 对 那可以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刚刚跟男嘉宾你看互动的也很嗨 最后又很理智的去聊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包括这个结婚的时间都说到了 那现在内心之前的那些担忧啊疑虑啊 现在打消没有 大部分我觉得今天男嘉宾我都很满意 如果说最后男嘉宾要对你进行表白 或者说再跟你说一些发自肺腑的一些感受的话 你的这个判断会坚定一些吗 看情况吧看情况 好 那其实我也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冷静的再思考思考 自己到底需要的身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段感情 一定要慎重 好同时呢我们也来看看男嘉宾最后的表现 看看他能否打动你的芳心了 好那现在呢其实男嘉宾也有一点小准备 好我们直接把他叫过来 来 这个动作是 我去给女嘉宾买了一串糖葫芦 因为我觉得女嘉宾那么甜美的女生 一定要最甜的糖葫芦才能配得上他 哎呦你现在嘴也很甜呢 一般别人都送花你看出其不意的 创新的送一串糖葫芦 我还能吃多好 实在 好那证明哈你现在是有一番话想要对女嘉宾说的了 最后一点时间我希望男嘉宾好好地把握住 好 来 嗯 到 慢一点慢一点去安全啊 小心小心 小心 嗯 你做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吗 有点不行 我感觉有点 要不要我搭一下手 3 2 1 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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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肩抱还是比较困难 一般人很难完成的 以后我一定多健身 争取能够单肩抱起它 原以为男嘉宾会就此放弃 没想到她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去完成了女嘉宾的愿望 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 我不再能来要想说出你 本来我就说那就放弃吧 还是安全第一 但是呢 没想到她还是把我抱起来 挣了一个圈圈 我觉得当时还是蛮感动的 我又赶到交流店了 观察到了吗 观察到了吗 没有 非常自然地就交流在一起了 嗯 好 我虽然说你们两个人这个 那些亲密的动作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最后的选择的规则 我们得有仪式感 男嘉宾很有心的 代表爱情甜蜜的这个糖葫芦 如果说女嘉宾愿意选择牵手成功 给一次机会的话 就吃一口这个糖葫芦 如果不愿意的话 就让男嘉宾自己吃就行 好不好 好 我数三二一之后 给我最后的答案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心中药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三二一 女嘉宾请选择 我和女嘉宾就特别聊得来 然后她也答应了我 最后牵手成功了 还是很开心的 最后牵手成功 我觉得 还是用那句话吧 就是像今天她送的糖葫芦一样 酸酸甜甜的 好 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陶 各位观众我们 今天的相亲呢 就是重庆林俊杰和和川黄岐山的恋爱故事 大家觉得甜不甜 是不是甜过糖葫芦 那么不管我们看他们的相亲环节当中的 有一些细节是否会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当事人呢 是非常的沉浸其中的 也就是说 不要管别人的眼光是怎么看的 如果你觉得你幸福 这种感受是最真实的 两个人只要在一起的话 就会成为一座堡垒 外面的人的看法 评价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我认识好多对像 我们男女嘉宾这样的夫妻 就是可能他们 在我们看来是身上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草点的 有一点奇怪的 但是他们的幸福指数真的非常高 因此祝福而为 祝福你们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找到了彼此 好了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我们 电视季节目的所有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对今天我们的男女嘉宾 进行多方位的进步的了解的话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凡人有喜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你也可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凡人有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进行报名 好了 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物压不放弃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她来自河南想找这样的女生 感情史的话没有 但是喜欢一个人 喜欢了可能有个两三年左右吧 希望稍微有一点点风雨贵气就可以了 她性格开朗素颜来到相亲现场 真实一点嘛 就还好吧 你平时大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嘛 两人交谈只谈吃喝玩乐 哦 茶叶 就是喝的那个奶茶 那你逛街是要买东西吗 买四大堂 是什么 让坚持素颜的女嘉宾现场化妆 两人互动气氛融洽 才会在刹那之间 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为何融洽的氛围 会让男生有这样的感觉 她会一直发我白眼 最终 两人能否牵手成功呢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